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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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来觉得她是一个老干部 然后慢慢接触了以后觉得她还是一个大男孩吧 我觉得还是一个老干部 跟童瑶合作两次这是第二次 第一次我演她的初恋 然后两个人也有交集 在戏里面还挺甜蜜的 到这部戏我就要开始虐她了 而且一直要抓她 但是我心里想呢 可能如果她跟一龙演的角色能幸福就放下 现在老师接叹逆者的时候 知道合作的搭档是谁呢 知道但是不认识 我知道 我跟王阳老师是之前认识的 因为合作过就是第三部戏了 然后童瑶呢我是知道她的 但是朱一龙我是不知道的 其实我们俩演第一场戏的时候 我跟导演说导演我不认识她 我之前也没有见过她 我们就马上要演戏了 而且是一个挺大的一场戏 然后导演就跟我说 认不认识不重要 能演戏就行了 请这些龙老师分别介绍一下 林南生和朱一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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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南生和男性别之间的关系 这个复杂了 我也很想知道 我也很想知道 完了 这个就大家一块摆在面上说 好像就很难说了 我们 你不要怕她没事 不要怕朱朱 你就直接说 蓝星杰 在林南生心里觉得是 亏欠她 我自己觉得是亏欠蓝星杰一生的 这样的一个人 你对她带了什么 你看你别说话 也算是知己吧 更漂亮是 这个也很复杂 我就一直相互鼓励 相互扶持吧 然后大家一起成长 王阳老师呢 不要这么深情的看过 王阳老师 陈墨群 算是我的导师吧 但是逐渐变成了一个 我特别恨的人 如果看你折里有朋友圈 你们的日常会发现什么 会不会互相点赞提问呀 我觉得蓝星杰应该是 那个时代的跟网红差不多 那种感觉 她应该经常会拍点自己的美照啊 应该会发满个口圈的 我觉得前期她发那种 在舞厅里跳舞的话 我觉得陈墨群 应该给她点赞吧 底下写说 蓝小姐你好美哦 蓝小姐 你怎么永远这么漂亮之类的 我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林男生可能从来永远 她可能属于那种 永远不会发朋友圈的人 所以她如果发我肯定是秒赞 林男生肯定不发朋友圈 那你会点赞吗 她也不会点赞 她也属于默默地刷朋友圈 潜水的 对潜水 你也不点吗 不敢点 点吧 领导问她在干嘛呢 对 她就默默地刷就好了 我想知道就是 那你会不会内心默默点赞 就是你不会把那个赞点出来 但是你会不会也看别人的朋友圈 想点 自己其实特别想点 但是就不点 林男生会 会吗 谁的朋友圈也会点啊 特别想点 谁的朋友圈 你们的朋友圈我都想点一下 我觉得朱一针如果会发的话 她肯定会发一些 就是跟她记忆里有关的东西 然后也会比较文艺吧 因为她其实就是 一直都是 就是像好的贵族学校 也过过特别有品质的生活 可能会发一杯咖啡啊 或者一块巧克力啊 可能会代表着一些她表面看不到的一些思念一些东西吧 那会发几个男生可见的那种吗 发块巧克力可能会 对对对 就是有一些共同的记忆可能会吧 沉默群我估计也不会经常发 反正林男生是不发 我可能偶尔会发 因为我这个工作认识很多人 场面上的赞 一定要点的 但偶尔发的话 我可能就是这样一条 要让我知道今天谁出卖了我 我一定弄死 全能看到 我不需要点赞 听说剧组参与用心 几位派派你惹这么久能弄吃胖了呀 你干嘛 我要我要爆 我要那个吐槽爆料 刚才我说我一开始不认识那个 朱老师嘛 然后我们导演就 安排我们一起吃一个午饭 然后我就点了一个淮南牛肉汤 然后还有那个大饼丝在汤里泡着那样吃 然后这位朱老师就来了 然后拿了一盒水果 然后就坐在我旁边 再一直吃水果 我就吃了一碗牛肉汤 还有两张饼 对 还有两张饼 还有两张饼 你能往前 你是怎么做到剧组餐 这么弄心的节奏下 你还瘦了的 没有就是刚开机的时候 刚开始拍 然后拍了两天 我觉得太圆了 然后不太像林男生 然后就剪了一点 然后没想到陈母群美心 在跟我比赛 对 因为她那两个太小了 一龙上镜的时候 这个人太不佳了 我 你真挺夸的 你真麻烦 本来是135斤 后来就一直保持在130到132 就是为了跟一龙显得别太胖 但我也只能做到这儿了 你要让我像一龙那么自律 那么虐自己 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 我没她那么自律 为什么下次跟我搭戏的时候 你没有觉得你要自律一下呢 因为你是女孩 咱们两个没什么可比性的 我要爆料 因为我跟王阳老师算比较熟嘛 然后我有一次说 哎走啊咱吃火锅去 王阳老师说明天我要跟那个一龙演戏 我今天晚上只吃果仁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住在一个酒店嘛 然后我也经常去健身房 我每次去都看到王阳老师在椭圆仪上 然后一直在练 他应该是每天80分钟 椭圆仪 然后还有肌肉训练 然后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自律 就这一点我觉得 王阳老师跟朱一龙两人不相上线 对 然后我在剧组我为了自己 胖的不明显 所以我吃东西的时候 都会拉着他们一块吃 如果能给他们一种改一个剧名 几位觉得叫什么合适呢 林南生转 林南生你觉得叫林南生转可吗 不太可 林南生和他的女人男人呢 实施卧底环节 四个人中有三个人会拿到相同的词 剩下一人的词与其他人不同 每人每轮用一句话描述自己的词语 描述完毕后 四人投票选出一丝卧底的人 票多者出局 什么是我现在 演长的 OK 好 他的眼睛很深邃 让我看一眼就像一滩湖水一样 就深深地坠入其中 无法自拔 谁呀 你怎么不知道我要引导你错的呢 真实 他很慢热 像一只烤拉 他很自律 然后对对自己 对比较自律 嗯 我像模糊一点 他很叛逆 来吧 请投票 他是我的 好的 朱老师三票 被投出的选手要接受表现班惩罚 我三票 真的是 想提前盖的更多独家剧透吗 扫描二维码 关注爱奇艺电视剧 微信公众号 或搜索爱奇艺电视剧 官方微博 带你解锁追剧新姿势 如果第一时间盖着神剧亮了最新节目呢 手机用户指的屏幕下方 电脑用户猛车屏幕右下角 以一边听演 so easy 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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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